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奢华的包厢里众人都在起哄 黎青被影对江英搂住先腰 她一头柔软的长发落在影帝的胸口 抬起漂亮的脸蛋 眼神却直看向我 江英顺势吻了吻黎青的唇道 大家别起哄 轻轻会害羞的 黎青因为江英的话 抬头凑在她耳边说着什么 气氛暧昧又勾人 众人欢呼 直叫着郎才女貌 天造地设 黎青是封城豪门千金 想接近她的男人 我见过太多了 只要符合她的胃口 她都来者不拒 但公然带来同学聚会 江英是第一个 她自是知道自己在黎青心中的特殊性 这样的特殊性 必定是我这个黎青灵异上的男朋友比不了的 在场的人 无一不知我和黎青的关系 但所有人都顺着黎青 她爱完又不是一次两次了 她朋友曾经安慰我 沈世白 黎青就这性子 你多担待一些 她最爱的始终是你 满是欢笑声的包厢 只有邪气在我边上气得不行 她拨开众人生气质问黎青 黎青 你这样子把世白放在哪里 把它当做什么 包厢里瞬间安静了 吃瓜看戏的人都把眼神聚到了我身上 黎青掉铃铛 沈世白 你也来了 不好意思 人太多没看见你 我和沈世白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不熟的联姻对象 她一句话逗得在场的人都笑出了声 不少人都在窃窃私语 就是 黎青怎么可能还喜欢沈世白 两家都这样了 但她也有本事的 这毕竟这么能忍的男人没几个 就是 黎青不知道换了多少玩伴了 你见她哼过一句没有 邪气气得不行 黎青 你别忘了 当初是你倒追的失白 是你说她是你的人间理想 黎青卵味时的看向我 是吗 我说过 不过这句话 我又不是只对她一个人说 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我心口的酸胀逐渐消失 黎青的脸也越来越模糊 从爱一个人到不爱 原来经历的过程要这么漫长 一次又一次在伤口上撒盐 黎青 你不知道我也会累的 每个人都有人间理想 18岁的黎青说 她的人间理想是我 第一次见她 是在10岁的一场聚会上 我爸爸公司开到丰市 他爸爸和我爸爸是多年好兄弟 一家人来给我们接风洗尘 那时的小黎青 漂亮又张扬的不可一世 弄坏了我好几个模型玩具 我被气得不行 她看着我真生气 有些手足无措 伸手戳了戳我的脸 喂 你生气的样子更丑了 我因为这是一星期没和她说话 黎青见我不理她 不依不饶地找了我半个月 买来一堆机器人哄我 放学路上 我被隔壁小胖推了一把摔破腿 黎青拿着石头砸小胖 她气汹汹地把小胖压在身下 我告诉你 沈士白只有我能欺负 你再碰她试试 那时候的黎青纤细的身子背对着我 像是会发光 她转过头中美 沈士白当我的小跟班吧 以后姐罩着你 后来她怕我再被欺负 吵着闹着 让江叔叔给她转到了我的学校 为了方便 她干脆住到我家来了 那段日子过得非常充实 每当看见她和我爸爸在沙发上唠嗑 逗得我爸和不拢嘴 我就心里一阵欢喜 我爱的人 也喜欢我喜欢的人 真好 可如今回想 你是渴望而不可及 到了高中 假小子黎青 留了一头乌黑的长发 他身材本就鲜瘦 在给篮球场做拉拉队时 总是会引得不少男生的目光 而黎青会拒绝所有人送的礼物和水 明晃晃地告诉大家 我只喝沈士白买的水 引得一群人吹口哨起哄 我戴上耳塞 坐在一旁看着手里的试卷继续琢磨 那时都我忙着应付各种考试 根本没有在意过黎青的心思 黎青非常聪明 他是那种上课不认真 也能考高分的人 而我必须很努力才能追上他 他经常笑我笨 让我别努力了 一家人里有一个聪明的就行 他拒绝了将叔叔 安排他出国的要求 被骂了一顿 明明哭得满脸泪水 却还要朝我傻乎乎地笑 高考后他的分数比我好不少 还硬生生地和我报了同一所大学 我问他为什么 黎青笑笑看向我 眼中星光熠熠凑近 沈士白 你猜猜猜对有奖 我摇摇头 说猜不到 黎青一直追在我身后叹气 说我果然还是笨啊 毕业后 办理组织三天两夜的外出活动 我答应黎青妈好好照顾他 黎青开心得不得了 全程和我形影不离 宵夜的时间 同学们都喝了点酒 黎青整场却滴酒未沾 最后把醉醺醺的我扶回了民宿 到了后 我嘟囔着让他回去 我要洗澡了 黎青没有回应 我起身把他往外推 这时的我已经比他高出一个头 轻而易举地抓住了他的手腕 黎青却突然关上门 直直地站在我面前 我低下头看他 他突然点起脚尖吻了过来 我酒意醒了大半 黎青扬起唇 在我脸颊又吻了一口 我拿开他的手 黎青 你一个女孩子干什么 这一次黎青却无物地堵住了我的唇 浅浅地触碰 我能感受到 他呼吸急促又炽热 浑身都不自觉变得僵硬 我笑笑 不可一世地黎青 因为害怕的时候 还没等我说话 黎青就夺门而出了 这丫头真害羞了 那晚他发了朋友圈 我碰到人间理想了 所有人都以为他遇见喜欢的人了 只有我知道这个碰 不是碰见的碰 而是触碰的碰 大意开学的第三天 我在操场被学姐表白 黎青笑笑 告诉学姐说 他对别人男朋友表白不太好吧 然后第一时间把我带着离开现场 生气地把我推倒在休息的长椅上 凑过来吻了我 浅浅地问我 为什么要和学姐独处 让我不如和他在一起 大有一种 我不答应他就不罢手的气势 邪奇后来打趣说 他路过时 看见黎青吻着我 脸色却通红 然后我们偷偷在一起 黎青还叹气说 他又不是不能见人 我不知该怎么和他说 虽然我爸爸很喜欢黎青 但他说过 想要的是黎青这样的女儿 而不是媳妇 让我和黎青保持距离 我那时并不明白 有什么区别 在我们恋爱的第二年 黎青的父亲自杀了 原因是抓到他母亲出轨 准备转移公司资产 我陪着哭到失声的黎青 他紧紧抱住我 说沈世白 我只有你了 不要离开我 我心痛又难受 捧着他的脸回应 黎青 除非你不要我 不然我绝对不会离开你 可惜我们都没想到 他母亲出轨的对象 竟然是我爸 我妈知道后 果断和我爸离婚 选择了出国 我和黎青一起大闹了 我爸和他妈的婚礼现场 被保安赶出去后 他红的眼看着我 沈世白 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那时我不知道 黎青会把我也算进代价之中 只是后来在学校 基本看不到黎青的身影 他一头扎进了黎氏 黎氏用了四年 成了丰氏第一的好门 没人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而我父亲处处受挤压 沈世已经岌岌可危 但黎青不这么觉得 他虽然没有和我提分手 却性情大变 所有送上门的男人 只要有利用价值 来者不拒 我知道 为了让黎氏成长 他付出了很多 包括他自己 我怪自己无能 为了不让他再折磨自己 我不是没有想过分手 可他是黎青 那个曾经把我看得比自己 还重要的黎青 那个愿意放弃继承黎氏 也要留在国内陪我的黎青 我们朝夕相处这么久 我以为我比谁都了解他 只要我有足够的耐心 他一定会回来 可我错了 不知道是不是他接触的太多 从开始的演戏 到和别人假戏真做 到毫不顾忌我 是那么自然 而我除了沉默 无能为力 也想过分手 只希望他放过自己 如果我在 只能带给他痛苦 不如离开 我下决心和他好好聊聊 那晚刚进家门 就看见地上衣服散落一地 黎青抱着李氏 是长公子睡在我们一起选的婚床上 我提分手 他用我新开的公司威胁我 他说 沈氏白 除了我 没有人敢嫁给你 你敢娶给别人 我就让你的公司和沈氏陪葬 我沉默了 这家公司是我和邪七一起开的 他卖了房子 投入了全部身价 好不容易才有现在成绩 虽然不能和黎氏比 但也算小有名气 况且 现在折磨我也是黎青的乐趣之一 有一段时间他大量吃药 后来开始折磨我 反而把药停了 接下来就是肆无忌惮的和不同的男人 出现在娱乐消息中 在街头和某顶流当众拥吻 和某总裁出现在酒店 带着小奶狗车内拥抱 所有的照片摆在面前 他只是淡淡地对外说了句 都是误会 我有未婚夫的 黎青是故意的 他恨我父亲 恨他抢走他妈妈 逼死他父亲 恨我们家搬到了丰市 恨他为了我 住进了我家 给他们创造了无数的机会 不光是我父亲 而我作为父亲唯一的儿子 也必须承担这份恶果 我回过神 看着奢华的包厢里的人 见我没说话 黎青懒散地来了句 沈世白 你不会介意吧 他这句话对媒体说了很多次 沈世白很大度 不会介意的 他说完 把唇凑上僵硬的脖子 轻轻咬了一口 随后面不改色地看着我 邪奇骂了句真不要脸 我抓住他摇摇头 再次对上黎青的眼 如他所愿笑笑 没关系 黎总自辩 黎青勾起红唇 看吧 我就知道 沈世白这么大度 肯定会说没关系的 一旁能附加公子起哄 我要是有黎总这种未婚妻 我也没关系 有钱有盐 就是 都是成年人 玩玩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 黎总 亲知道 黎总亲一个 黎青勾住了江英的脖子 一记深吻 江英热情地回应他 在一声又一声的欢呼声中 我一点点退了出来 后背突然撞到东西 痛得我湿了眼 一阵好听的声音响起 你没事吧 我低头 看见面前的人拿着托盘 身姿高挑 巴掌大的脸 清澈的杏眼 皮肤很白 脸颊处落下的发丝 平添些许诱人的风情 他的神色中 不带任何情绪地看向我 虽然穿着服务员的衣服 却在清冷中带着几分高傲 我摇摇头 他皱眉 你哭了 我突然又笑了起来 小姐姐 我给你十万一个月 和我领个正把 携起赶忙过来拉住我 沈士白 你疯了 再怎么样 也不能因为黎青就自暴自弃 随便娶陌生女人 目前这样 黎青是不会放过我的 我要离开她 这是唯一的办法 对面的美女却没说话 她的眼神 仿佛在确认我是不是个傻子 我笑笑 我知道你很缺钱 假结婚 为期一年 作为补偿 我会送你一套房子 她犹豫片刻阳唇 脸颊上带着浅浅的梨窝 很是漂亮 她突然凑近 声音软眠 假结婚 不用履行夫妻义务吧 我被她的话惊到 还没答复 就听见黎青嘲讽的声音响起 沈士白 怎么 想要解除婚约 和这个服务员在一起吗 我顺势牵住了美女的手 看向黎青 不是在一起 而且结婚 我话音刚落 众人纷纷抽了一口气 开始讨论 沈士白是疯了吧 要娶一个服务员 忍了这么多年 估计是忍不了 想报复黎青 黎青根本不在乎她 她要是再忍忍 说不准还能有熬出头的一天 黎青突然大笑起来 沈士白 你说你要和她结婚 好啊 什么时候 我来喝喜酒 明天领证 黎总要随份子 记得转账就行 说完我拉着美女的手离开 喜气跟了上来 包厢里众人窃窃私语 沈士白估计就是赌气 怎么可能真的娶个陌生人 还是服务员 就是抽风吧 黎青脸色逐渐变得难看 她拿起酒 用力扔在地上 吼了去滚 众人飞速离开包厢 江音小心翼翼地抱住黎青 青青 你别生气 估计沈士白就是说笑 她怎么可能放弃你 没人会不爱你的 黎青深呼吸 看向江音 你说得对 沈士白绝对不可能和她结婚 她只是想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爱闹 随她 携旗回家后 我问了美女的名字 她说她叫严曼 她不知道 其实我第三次见她了 第一次在高中 第二次在大学 第三次是今晚 但她估计是第一次见我 第二天 我就带着严曼去领了结婚证 配图发朋友圈的时候 放了一张 我们今早在阳台的合照 她身上的睡衣 是我之前买给黎青 但她嫌丑 一次没穿 黎青接到助理电话时候时 正和江音热吻 她不耐烦地接通 李助理慌张开口 李总 沈士白真的和那个服务员结婚了 黎青愣住 又自信开口 不可能 我了解沈士白 她不可能敢娶别人 是真的 早上领的证 沈士白刚发了朋友圈 看照片 昨晚那服务员 还在沈士白家过夜了 黎青瞬间愣住 手微微颤抖 深呼吸后缓缓开口 你现在立刻去查 沈士白甚至在演戏给我看 李助理小心翼翼开口 李总 已经去民政局确认了 他们确实领证了 不可能 黎青怒吼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不是有人跟着沈士白 怎么还能让他和别人领证 一群蠢货废物 李总 您昨晚在宴会上说 沈士白结婚会去吃酒 保镖们见沈士白领证 就没当回事 黎青气的直接砸手机 将硬从后面抱住他 轻轻 别生气 沈士白就是闹性子 过几天说准就回来了 黎青沉着脸看向江英 怒吼 你给我滚 轻轻 滚 黎青砸了房里的东西 江英吓得落荒而逃 他发泄后 看向床头柜上 沈士白的照片 照片上是他大学入学时拍的 他穿着一件白色衬衣 高高瘦瘦 笑起来很是好看 沈士白 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了吗 你做梦 你是我的 我和阎曼结婚后 带着他去买钻戒 导购员看着我们 直夸郎才女貌 先生女士 这是我们店定制款 全球只有一对 象征着一生一世的爱 这款和两位的尺寸非常吻合 就像是量身定制 我看着戒指问阎曼喜欢吗 阎曼笑了笑 都可以 别太破费了 我看了看手上的戒指 想起之前和黎青也来过 那时候他看上了这款 但是尺寸太小了 他带不上 后来就重新定了一款 有些事仿佛冥冥之中注定了一样 行吧 就这款 我说着递了卡过去 阎曼凑了过来 沈士白 这借着多少钱 三十万 三十万 阎曼颇为惊讶 珍贵 我得端多少个盘子 放心吧 嫁给我以后 你都不用去端盘子了 你要是想出去工作也可以 或者去进修 开店 都行 我陪你 阎曼一货笑 沈士白 萍水相逢的一场交易 你是不是对我太好了 不会 我老婆值得世界上最好的 导购人递过来卡 我帮助阎曼重新戴上戒指 他抓起我的手放在一起拍了照 好像真的蛮配 这是我看见高美琪走了进来 他故作惊讶地看向我 高美琪是黎青的狗腿子 之前不止一次借黎青的是嘲讽我 哟 这不是沈士白 怎么 黎青不要你了 洛德和服务员结婚了 我把阎曼护在身后 看向高美琪冷淡道 我的事还轮不到你管 倒是你 有这时间 不如去给黎青拍胎马屁 他说不准还能丢给高家几个项目 沈士白 你他妈骂谁呢 你有什么可高傲的 不就是一条不会叫的野狗 忍辱负重这么久 到最后被黎青抛弃 只能转头娶了个服务员吗 我皱眉 阎曼从我身后走了出去 打开手里的矿泉水 倒在了高美琪的头上 全场人都震惊了 高美琪的保镖上前 我拉着阎曼 给了保镖一人一拳 高美琪尖叫 沈士白 你他妈给我等着 我冷笑 高美琪 你区区高家 黎青身边的狗腿子 也敢借着风声药物扬威 你找错人了 今天就是给你教训 下次再骂我老婆 高家的项目就没这么顺利了 我在行业内这么久 虽然不如黎青 但弄死高家 还是绰绰有余的 或许是我在黎青身边忍得太久 真当我是没有脾气的了 高美琪见我放话 纵使气得牙痒痒 也不敢再说话 我带着颜曼离开了 出来后 颜曼见我盯着他道 怎么 你觉得我太凶了 没有 对付高美琪 已经便宜他了 我只是 看不惯他那副嘴脸 我点头 这些年什么难听的话 都听过 对我就算了 但欺负颜曼我不能忍 他为了帮我的忙 领了证 要是还受委屈 这就说不过去了 颜曼盯着我的脸 欲言又止 我摸了摸脸颊 怎么 沈士白 其实你和黎青的那点事 我都知道 你可能不认识我 但你俩我高中就见过了 我有些惊讶 是吗 对颜曼高中的陌生的记忆 就是他是隔壁班同学 喜欢读来读往 好像对什么都不关心 没想到也会注意到我和黎青 我那时候一心读书 谁知道一个班 都在说你和黎青八卦 可吵了 后来听着听着你们的八卦 还挺好玩 我直接笑出声 感受差不多 那时候各种传闻八卦 闹得我也挺烦 不同的 是我只有烦恼 不觉得有趣 颜曼表情突然认真起来 沈士白 说真的 你俩挺可惜的 因为颜曼的话 我的眼睛又开始发涨 故作不经意转过头 没什么好遗憾的了 人生就是一个又一个 不同的选择叠加 黎青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而我也到时间做我的选择了 我说完 递了一串钥匙给颜曼 这是我送你的房子 在我家隔壁 全款付清了 收费已经一次性打了一年到你卡里 还有什么你都可以说 够了够了 我谢谢你还来不及 不过沈士白 你能陪我去一趟游乐场吗 游乐场 是啊 我从来没去过 你明天陪我去好不好 行 回到家 颜曼开始拆今天买的一些小东西 放在他的房间 我住的是大平层 装修后保留了两间房 颜曼住在我隔壁 房间没多久就被他装扮得粉粉嫩嫩 我靠在门口看他 颜曼 你还有什么亲戚吗 需要我去见见 啊 正在白可爱模型的颜曼停下来 没有没有 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我点头回了房间 没一会儿就收到公司黄助理给我打电话 说黎青正和我公司抢一块地 没关系 让给他 可是沈总 这块地对公司至关重要 让给黎青 接下来的计划 都会被打乱 黎青对这块地志在必得 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陪他玩 我记得上个月 李氏欠债 被黎青逼得几乎破产 你去谈下手狗 沈总 你的意思是 公然和黎青作对 没有做不作对 再商言商 这件事你低调点 先不要告诉公司其他人 可是李氏的老总 未必会看得起我们公司 我见过黎总 他是一个有情怀的人 辛苦拼搏这么多年 我想他也不愿意破产 你尽管去谈 好 王助理挂了电话 我就听到阎曼的敲门声 沈士白 我点了烧烤 你要不要一起吃 我不吃了 可是我看恐怖电影有些怕 你能不能陪我 我坐在客厅 总算见识到 什么叫又菜又爱看了 阎曼穿着吊带睡裙 坐在地毯上吃着烧烤 但闭着看恐怖电影 吓得直往我身上靠 他柔软的手 往我身下压了过来 我眼急手快地抓住他 阎曼反应过来后 脸红透了 不好意思 我只是太害怕了 我笑 还好我之前见过你 不然真以为你对我有意思 七 阎曼往边上挪了一点 我只是写了很多件 要完成的事 这是第三件 很多想做的事吗 阎曼 没错 时间有限 我要抓紧 我凑近阎曼把手伸了过去 你抓住我 我陪你看 阎曼犹豫片刻 电视里恐怖的音乐响起 他赶紧抱住我的手 我手机这时叮咚了一声 低下头就看到 黎青发来的短信 沈士白 你闹够了吗 你要是闹够了 我就把那块地给你 不要拿那个女人气我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现在你立刻来别墅 我等你 我没理会 过了会儿 黎青又发来信息 没有其他人 沈士白 这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了 我直接吸瓶 黎青和我一起这么久 还是不了解我 我可以在你脆弱时陪着你 任由你无理取闹 但是你成功了 功成名就 那我既然选择离开 就不会回头 我放下手机 看见阎曼看 靠着我的手臂睡着了 我关了电话 打横 把阎曼抱紧了房间 刚盖好被子 发现他拽着我的睡衣 阎曼 我要回房间了 阎曼突然睁开眼 可怜兮兮地看向我 沈士白 我看了电影有些害怕 你能不能陪我 我回头看了一下房间 那我睡飘窗可以吗 不行 太远了 你睡这里 阎曼说着往边上挪了挪 你放心 我不会占你便宜的 我被阎曼的话逗得笑了出来 我一个大男人 再怎样 也不怕被你占了便宜 说完我躺了下去 阎曼转过身 他的后背贴近我 浑身僵硬 阎曼 你有这么怕吗 阎曼轻声哼了一句 我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在黑夜里格外刺耳 阎曼大叫一声 扑进我的怀里 紧紧抱着我 他身体柔软 带着淡淡的香味 和黎轻喷的香水 有很大不同 抱歉 忘关机了 我拿起手机 看见是黎轻 想着一次性说清楚便接通 黎轻带着怒气的声音传来 沈士白 你真的要这样吗 黎轻 宴会上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和谁在一起 与我无关 我和谁结婚 也轮不到你管 沈士白 我那些都是逢场作戏 OK 我为那天的事向你道歉 将因灵气不小 不能当众博了他的面子 所以 我的面子呢 黎轻 在你眼里 我是不是就可以被人嘲讽 被忍气吞声 黎轻愣住道 你胡说什么 你是我的未婚夫 世人皆知 我只会嫁给你 我突然觉得语色 黎轻现在的三观 和我已经隔了十万八千里了 不需要离清 我已经结婚 有老婆了 阎曼趴在我胸口 安安静静地听我们谈话 我微微动了一下 阎曼闷横出声 离清声音提高几度 沈世白 你是不是在报复我 你让那个女人睡我们的床 你碰了她 我有些好笑 她是我老婆 也不叫那个女人 我和阎曼已经是夫妻 无论做什么 都不需要你管 我们合理合法 沈世白 我们还没有分手 你不能这样 离清的声音 仿佛失去支柱 好的 那我补一句 我们分手了 从此再无瓜葛 江湖不见 离清急切地说道 沈世白 你一定会后悔的 不等她说完 我直接挂了电话 阎曼问我 她是不是闯祸了 不是 与你无关 早点睡 阎曼微微点头 很自然地抱着我睡了过去 她倒是睡得香 我反是一夜无眠 全靠意志力强撑 就怕迷离呼呼 做了不该做的 第二天 阎曼拖着顶着 两个黑眼圈的 我去游乐场 我们进门 阎曼就买了情侣装 她一路上开心地 私处拍照 完全没有印象中 高冷的样子 我不禁也觉得 阎曼挺可怜 阎曼在高中时 就有人传闻 她是无父无母的孤儿 从乡下来 一个人住在远房亲戚家 看来或许是真的 我陪着阎曼 玩了很多的项目 天快黑了她 才恋恋不舍不陪我回去 最后回去时 她说腿软 我让她上来我 我背她 阎曼很轻 让我想起了之前的离清 只是离清是喜欢缠着我背 她特别喜欢我在电话 或者做别的事的时候 让我背 然后就会高兴地亲我 我沉下眼 这些久远的记忆 没想到也有一天 会在我的脑海逐渐模糊 我好像越发想不起她 当时的脸了 沈世白 我感觉你挺好的 离清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呢 我无奈笑 那是你觉得 影帝 豪门总裁 哪个不比我好 谁说的 那些花瓶和烂人 我才看不上 你认识他们 我疑惑到 啊 不 不认识 只是做服务员的时候 见多了这些人 我摇头颜曼 还是太单纯了 离清已经见过 更好的世界了 所以对于她来说 我早已经不再重要了 我在车前 把阎曼放了下来 进了车里 沈世白 谢谢你陪我 你是第一个 陪我做这些事的人 等我有钱了 一定会报答你的 我觉得阎曼那样子 特别可爱 于是逗她 行 那我等你 我们俩说了都笑了起来 我正准备启动车子 突然传来一阵 剧烈的撞击 我下意识地护住阎曼 侧过头 听到油门声 便看见 站离清坐在车上 她的车车头 已经撞毁 她眼神阴冷 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让阎曼跟着我下车 先检查了她的伤势 随后走向离清 离清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 离世集团总裁 对自己的生命这么不负责吗 离清下车 看向我一字一句 沈世白 我说过 你不能娶别人 随即丢过来一份资料 是我想收购那块地的合同 还有我公司的财务状况 我笑了 离清 你给我的这些 我都不在乎了 我是人 不是你的玩具 离清突然就红了眼走近我 沈世白 我受伤了 她的声音很小 不再是之前那种 咄咄逼人的态度 这个转变 让我有点措手不及 沈世白 你不要不理我好不好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向你道歉 我保证不会再带其他人回家 离清现在哪里 还有高高在上 女总裁的模样 她漂亮的眼眸中 含着泪水 额头于清挂着血迹 我看着离清的额头破了 叹了口气 你赶紧去医院 不然会留疤 离清拉住我的衣袖 沈世白 我要你送我去 我一愣 离清上前抱住我 世白 你说过永远不会丢下我的 你还记得吗 我们说过 要一直陪着对方 我浑身僵硬 严曼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他突然朝我挤出一个笑脸 沈世白 我没事 你陪他去医院吧 他说完 转身被朝着我挥了挥手 很利落潇洒的背影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严曼不开心 虽然他一直在对我在笑 我推开离清 抱歉 我老婆受伤了 我得送他去医院 还有 曾经我答应会陪着你 也说过 除非你不要我了 离清 是你先不要我的 离清还想抱我 我快步走到严曼身边 拉住他的手 这才看见他神色失落 眼眸湿润 看见我直接把头埋进了我怀里 沈世白 你干嘛 我就是不想给你看见 严曼说着 委屈地哭了出来 严曼 你生是傻 我怎么会放着自己的老婆去管一个陌生人 离清因为我的话脸色惨白 沈世白 就算我让你的公司破产 你也在所不惜吗 离清 这公司是邪气的 我早就拿分红抽身了 还有 用物质威胁别人 是不会长久的 我说完 带着严曼越过离清上车 上车后 严曼感动得一塌糊涂 沈世白 我好像有点喜欢你了 我故作严肃 严曼 那你是不是喜欢的有些快 没有吧 高中的时候注意你 大学的时候了解你 低业后喜欢你 也不算快吧 严曼神色无辜地说着 我下的一个急刹车 你说什么 沈世白 我说我早就喜欢你了 就想看你被猪油蒙了心 什么时候清醒 严曼说着又感叹 还好 等得不算太久 我的心 因为严曼的话 开始热烈地跳动 原来我也值得被人漫长 而热烈地喜欢着 在见过我所有落魄的样子后 还是喜欢我 我想带严曼去医院 做个全身检查 但他坚持说自己没事要回家 谁知道家后刚洗完澡 他就来我房间了 他眼神紧张而炙热 沈世白 结婚了就要冻房花竹叶 这是规矩 你懂不懂 这一夜 水到渠成 我们一直睡到下午 直到被邪奇的电话吵醒的 世白 不好了 鼻青公然放话 谁和我们合作 就是与他为敌 之前谈的合作都崩了 怎么办 邪奇 先别担心 我让黄助理去谈理事了 只要能收购 公司还能撑一段时间 我再去想办法拉投资 李氏 对呀 李氏就是被黎青害的 根本不会怕他 两个臭皮酱加在一起 也能多顶一顶 沈世白 你给我记住 千万不要向黎青妥协 现在我钱赚回来了 大不了 我们换地方从头再来 我早看不惯他了 早晚有人收拾他 严曼在一旁笑了出来 邪奇惊呆 沈世白 你还和那个小姐姐在一起 不会假戏真做了吧 是啊 有空来家里吃饭 我说着挂了电话 转头问严曼笑什么 严曼止住笑 没什么 就是觉得邪奇说的对 李氏太嚣张了 毕竟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我很快就体会到 严曼这几句话了 不到一天 邪奇就收到 京城财阀严家的投资 他给我打了五个电话 确认合同胜是假的 我查了确认是真的 这家我听说 还是李氏最初的投资商 不知道什么情况 难道他们闹掰了 经过这事 听说李氏气得不行 本来他正在开会想着 怎么弄垮我的公司 好逼我就犯 他知道消息的那一刻 气得砸了整个办公室 开除了一堆人 说调查工作没做好 这事后 李氏的公司被围攻 忙得他不可开交 从我眼前消失了快两个月 再次见到李氏的时候 他脸色苍白 看上去十分虚弱 哭哭啼啼地看着我 失败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们去国外 我对过去的一切都不计较了 我们重新开始 我退后一步 李总 请你自重 我老婆还在家 严曼穿着吊带裙 吃着瓜子缓缓走近 沈士白 来客人让他进来坐 我笑着回应 不用了老婆 他马上就走了 李氏突然怒了 沈士白 我到底哪里比不上这个服务员 哪怕我公司破产 我也比这个孤儿 抢一百倍一万倍 我皱眉 李氏 请你嘴巴放尊重些 严曼惊讶地张大嘴 老公 谁说我是孤儿 李氏冷哼 高中时谁人不知道 你就是没人要的野种 靠着在远房 亲戚家骗吃骗喝 最后被赶出家门 严曼一脸可惜 泽泽 你这么会变 不写小说可惜了 李总 公司没了 你倒可以考虑 以文字为生 哎 不对不对 我不应该这样说 我怕文字工作者 会觉得被侮辱到 李氏气得 想上前打严曼 被我拦住退开 我冷声 李氏 请你出去 再碰我老婆 我对你不客气了 李氏含着泪 看我伤心欲绝 声音颤抖 沈士白 你竟然为了 这个女人推我 我不护着老婆孩子 难道护着你一个外人 你赶紧走 李氏脸色煞白 不可置信 你说什么 她怀孕了 我看向严曼温柔地 摸了摸她的肚子 老婆 我陪你进去 这里风大 李氏还想发疯 门口突然来了 十多名保镖 都是拿着一些奢华的补品 李氏和我都傻眼了 保镖进来 整整齐齐地对着 严曼鞠躬 大小姐 这些是老爷送给您的补品 离青震惊 大小姐 她赶紧上前去看 补品上的标志 赶忙又导 这是京城顶级财阀 严家独有的标志 不可能 你不可能是 严曼懒洋洋的挥手 让保镖把东西放下 什么不可能 你没看别人体验生活的吗 你区区封城一个 小门小户的公司 也敢这么嚣张 我倒是第一次见 我真要感谢你 沈世白这么好的男人 你都舍得放手 你愿意抓住花瓶和烂人 你就继续去抓吧 我们祝福 尊重 你们所死 离青气得浑身颤抖 精神恍惚 大喊大叫着 不可能 沈世白 你别忘记了 是你对不起我 是你们家破坏了我的家庭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认真地看向离青 离青 或许你也忘了 你曾经对我说 我们都是受害者 而后来的你 却一直把你的痛苦 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 你记着 我不欠你的 离青发了风 想冲过来 被保镖抓住 拖了出去 等人离开 我平复心情 故作严肃 看向严曼 严曼 你是京城严家大小姐 严曼小心翼翼 你别生气 我早就想告诉你 可是你误会 我是孤儿 心疼我的样子好可爱 她说着 声音越来越小 仔细地观察着我的表情 我叹了口气 我不生气 也不怪你 就是我还心疼你的过去 没想到啊 严曼高兴地亲了亲我 太好了 老公不生气就好 所以 是你帮了我们读公司 当然 结婚要出嫁妆的吗 这嫁妆 有点大 还好吧 哈哈 那离青的公司 也是你弄破产的吗 不是我 是我爸 他之前给离青投资 也是看中他的狠近 谁知道他和别的公司勾结 出卖我家公司信息 再加上我的原因 我爸就勾了勾小指头 原来如此 严曼 那你说很久之前就喜欢我 是真的吗 真的呀 老公 这个问题 我会用一辈子去回答 严曼翻外 我叫严曼 最近的烦恼是家里太有钱了 天天被我爸逼着我花钱 每天100个W起步 累得我真的很羡慕寻常人家的孩子 于是16岁生日那天 我许了愿 要去体验生活 并且给我爸承诺 体验完就回来继承公司 他一看我对公司也有兴趣了 高兴得不得了 于是便把我放在了封城 这里离京城不远 而且山水宜人 转校后 我就对外说 刚从乡下来 住在远房亲戚家 就怕同学去我家玩 我爸准备的房子实在太豪华 很容易露线 他还坚持让我住这里 不然就认为我是在受苦 被逼的 你们懂吧 结果不少同学刚想和我玩 一听我从乡下来 住远房亲戚家 就不愿意来往了 就感觉他们挺无知的 也挺无趣的 本来约定是一个学期的 我正打算放暑假就回家 一次上完晚自习下暴雨 我在门口没伞 看见一个高高瘦瘦 长得非常干净的男生打着伞 他看了我一眼 没说话 把伞递给我后就跑了 我见过长得帅的 但这么干净又帅的是第一次见 第二天我就知道 他叫沈士白 有个青梅竹马叫黎青 两人故事到处传遍了 我没事的时候会趴在桌上睡觉 其实是在偷听同桌 他们吃瓜 总觉得他俩也不知道结局怎么样 抱着好奇心 就是看小说 想追更那种心情 不看到完结不死心啊 于是就死缠乱打 和我爸说还不回去 我爸那时候忙 见我真的开始远程学习公司的内容 就让我现在封城好好待着 毕竟他之前生怕我不接手公司跑路 就这样抱着吃瓜吃到底的心情 我和沈士白 远迈进了同一所学校 这两人在一起后问题不断 只是没想到 沈士白倒比我想深情 被厘清各种折磨都不分手 真是让人不懂这种虐爱算不算HE了 反正我看得很不舒服 于是我决定回公司了 但也没有放弃观察沈士白 从照片和视频中得知了一些事 比如他的手指很漂亮 安安静静的时候 模样是好看 眼里除了厘清 谁都没有 毕业后和朋友 携旗在开了个小公司 被所有人嘲讽的时候 也不解释 被外人骂的每一个夜晚 他都在加班 真奇怪的人 于是某一天 我知道了 黎清会带一个影帝去参加宴会 而沈士白也会来 就半程服务员进去吃瓜 经理问我这么漂亮 怎么这里兼职这么低的工资 我都肯来 我赶时间随口说了句 缺钱缺很多 没想到 刚好被路过的沈士白听见了 他微愣 很快进入包厢 接着就是戏剧性的一幕 黎清抱着影帝热闻 我不小心撞到沈士白 被他求婚 天知道 那一刻我真的心动了 心里第一次悸动 那些喜欢他被埋藏的种子 彻底发芽 表面却还是故作镇定 结婚后 沈士白对我是真的很好 每次靠近 他我都怕自己忍不住 设计了恐怖电影 一起睡 他竟然都无动于衷 我开始反思 是不是自己没有魅力了 好在 有了黎清的神助攻 我终于拿下沈士白了 看着黎清疯狂攻击 沈士白的公司 这我能忍 欺负我严蔓的老公 分分钟让你破产 至于为什么拖了黎清两个月 当然是为了让他 忙得分身乏术 我好造人啊 我爸知道 家里要天丁后 高兴得不得了 就差连我孙子的名字都取好 好了 不说了 沈士白洗完澡 我也要去睡了 明天还要带沈士白回家 准备去见老爸咯 毕竟属于我和沈士白的故事 还很长很长 需要用余声去回答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